到现在有问题的吗 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说一个特别的 注意听啊 我们说NIO是否能提高效率啊 怎么提高的 就是接下来要讲的 它说什么呢 叫做直接缓冲区与非直接缓冲区 我们先说说什么叫做非直接缓冲区呢 非直接缓冲区 对吧 缓冲区 这个非直接缓冲区 它通过叫做allocate的方法 说分配的大小啊 分配缓冲区 是吗 也就是刚才咱们用的 非直接缓冲区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将缓冲区建立在 叫做GBM的内存中 说这个非直接缓冲区 它是将这个缓冲区建立在 GBM的内存中吗 对吧 GBM这种 那么相应的呢 什么叫做直接缓冲区呢 直接缓冲区通过叫做allocate 叫做Direct ECT 对吧 Direct的方法叫做分配 叫做直接缓冲区 那这种直接缓冲区的区别在于 它可以将缓冲区建立在操作系统的物理内存中 这样就是区别 那么我们说你要是把缓冲区直接建立在操作系统的内存中 那么我们说在某种情况下能不能提高效率 说可以提高效率啊 对吧 说在某种情况下 它是可以提高效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考虑 说平时还创建在物理内存中就能提高效率了 咱们什么得分析分析啊 对吧 说为什么呢 注意过来啊 行行行这个非常重要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什么叫直接缓冲区 去非直接缓冲区 对吧 看这 这是我们的API上 对直接与非直接缓冲区的一个详细记号 对吧 这API上都写了 大家是不是有功去读一读就可以了啊 对吧 咱们回来看 去理解 那么呢 我们说先看非直接缓冲区 我们说 以原来包括我们现在写的这些 如果是非直接缓冲区的话 我们说传统的IO 包括我们刚才建的这个缓冲区 它都是用了这种方式 我们说 我们应用程序和磁盘数据 或者磁盘数据 之间说要来一个数据的纯属啊 对吧 要不然建立IO留 什么要不然建立通告啊 对吧 要不然建立通告 但是呢 我们说 我们呢 应用程序和磁盘之间 它们的之间传输数据 它们是没有办法直接进行传输的 那么出于操作性能安全的考虑 它是得经历这么几个过程啊 对吧 说什么过程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应用程序 是不是向操作系统发起了一个读数据的请求 说白了就是我们招待应用程序底层调用锐的吧 是不是底层 是不是面对着人家操作系统的IO接口啊 这个回头咱们稍微的了解一下啊 我们说 当我们应用程序 要读取这个磁盘数据的时候 我们首先招待应用程序 向磁盘是不是发起了 或者说向操作系统 发起了一个锐的请求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磁盘中的数据啊 它没有办法直接传输到我们应用程序当中 它会经历这么几个过程 首先它会把这些数据 首先先读到一个叫做 内核地址空间中 注意中间是不是有个线呢 左边是OS指的是操作系统 右边是我们的GVM 呃 V 呃 这个怎么改呢 叫做OS对吧 这个叫做GVM 听到吧 对吧 中间就是线 我们当年人程序上次有读 发展的图形球 首先 说数据不能直接传输啊 他首先是把这些数据啊 先读到内核地址空间中 至于什么是内核地址空间 咱们说不用多管呢 对吧 咱们又不是搞操作系统了 他首先读到内核地址空间中 是内核地址空间的缓存中了 然后来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COPY 是不是数据就复聚了 他会把内核地址空间的数据 COPY到我的用户地址空间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GVM的内存吧 COPY到了用户地址空间中 然后再把这个数据 这个读到我们的应用程序中来 那不是吧 我们说数据就没办法直接传输 他是不是得经过这么几个过程啊 那么相应的反过来 反过来如果说我们应用程序中有一身数据 想要写到此半程序吧 那么首先他写哪呢 他会把这些数据先写到用户地址空间中吧 然后再在用户地址空间中 是不是来到COPY啊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数据再复制到内核地址空间中啊 然后再在内核地址空间中 再写到10盘中去吧 对不对 那么你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个 麻烦的地方 哪 这都有一个COPY啊 我觉得这个COPY是完全没必要啊 对吧 一模一样的数据 你说还得来回来去COPY一次啊 对吧 那这个COPY它是完全没必要 它还得来一个复制 我们说传统的IO 以及咱们刚才写的 是通过Allocate的创建的非直接缓冲区啊 对吧 都是这种方式 那么于是呢 在招了NIO中 他提出了一种什么呢 叫做内存映射文件 也就叫做直接缓冲区 他怎么搞呢 他在这个内核地址空间和物 这个用户地址空间之间 也就是说在物理内存中 直接开辟了一个缓冲区 也就是说我们的缓冲区 是直接建立在操作系统的物理内存中 对吧 所以专业的称它为内存液啊什么的 咱们说不用脱管 你就知道咱们是不是在物理内存中 在操作系统的物理内存中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当我们应用程序有数据 是不是直接面对缓冲区啊 对吧 那这个物理内存中的这个缓冲区 是不是直接面对的是磁盘呢 因此中间的这个COPIT的步骤就省了 对吧 因此我们说中间呢 省了这么一个COPIT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说这种直接缓冲区 它能不能提高一些效率啊 它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的效率 中间所省去了COPIT的步骤啊 然后我们说应用我们进展M 是不是直接把这个缓冲区 建立到了操作系统的物理内存中 对吧 然后呢 不管是磁盘 还是我们的应用程序 直接面对这个 这个内存中的缓冲区即可 中间的这个COPIT就给省去了 利用这种方式提高的效率 当然我们说这种方式 它能提高效率 但是呢 一个是不安全 它对就是不安全 对吧 它还有些B端是什么呢 B端就是 我们说如果我们在应用程序中 开辟这么一个缓冲区 它耗费的资源消耗大不了 对吧 你说你今天把这个 这个缓冲区 确定建立在物理内存中了 让它消耗 明显比我们自己程序中建一个 消耗要大呀 对吧 它的消耗是比较大 并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当我们在应用程序 把数据写到了 这个映射文件中以后 这个文件里的数据 就不归我们所管了 我们就管不了了 听懂吗 至于这里边的数据 什么时候写到磁盘中去 那就是完全一个 无人家操作系统去控制 能听懂吗 对吧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些数据 直接写到这个 内存映射文件中以后 这里边的数据 就完全有个 操作系统控制 我们已经管不了了 那就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它 首先它分配和 销毁 耗费的资源 是很大呀 对吧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那它什么时候 才能被销毁呢 也就是说 它给等我们垃圾 回收机制 释放 我们这条引用 是不是才能与它断开呀 垃圾回收机制 是不是释放它呀 我们这条引用 才能与它断开一个连接 得通过垃圾回收机制 去释放 那么我们说 垃圾回收机制 什么时候运行 我们知道吗 我们控制不了吗 但是我们有一个方法 是个冒险 所以他们讲 这谁 它可以干嘛呢 说加快垃圾回收机制 运行啊 但是垃圾回收机制 会立体运行吗 是不是依然不会呀 对吧 所以说 这种方式 效率 在某种情况下 效率高是高 但是 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风险呢 首先 它分配与销毁 消耗的资源 是不是就挺大的呀 对吧 再一个 我们是不是不易控制 是不易控制啊 对吧 不太容易控制 除非有一些什么情况 在不会用这种方式呢 比如说 你有一些数据 对吧 能长时间 让它在内存中 进行操作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啊 对吧 或者说有一些大量的大数据 对吧 你不想在我们的GBM那层中 去开评的工件的话 你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放这来 对吧 那就是这个意思啊 能区分开直接放送区 和非直接放送区了吗 对吧 GBM 看看我们说 API人给他介绍 看这就行了 说 通知机 对吧 说在每次调用基础操作系统的 一个本机IO操作之前 或是之后 虚拟机都会尽量避免将缓冲区的内容 复制到中间缓冲区中 或从中间缓冲区中复制内容 说白了是不是就是减少了那部复制 减少了那部复制啊 当然呢 怎么说啊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风险呢 对吧 说 那你要是太大了的话 那你说它耗费你的内存不 那你内存要是长时间被 买复合应用的话 那最终是不是也有可能啊 是不是也有可能啊 对吧 我们不断地往内存中去加大文件 对吧 让它这个你的操作系统内存 买复合的被我们占用着 一会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对吧 对吧 死机倒是不至于 但是当然我们操作 演示呢 倒不是让它死机 但是的话 如果我们是长时间的 对吧 然后大量的占用你的内存 占用你的资源 那是就有可能啊 对吧 也是有可能啊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刚才我们说 是不是通过allocate direct 是不是可以获取 直接缓冲区啊 叫做test3 那就来个叫做buffer 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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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做创建 叫做分配 直接缓冲区 对吧 咱们可以稍微的露一点 说这种创建直接缓冲区 和分析直接缓冲区 区别在哪 我们点进去 说看看原码稍微啊 对吧 点进去 说这就allocate 这叫分析直接缓冲区吧 我每次创建 这叫hap 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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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做 是不是叫做堆啊 这说堆啊 对吧 他是不是在堆 意思是我这个方法 在堆内存开闭空间呢 那么是在堆开闭空间 说完了是不是就是宿主 说完了说就是宿主啊 对吧 往上看 说就是宿主 对吧 那这个是我们说 这是非直接缓冲区 那再看这个allocate direct呢 进去看 对吧 这是不是叫做直接byte byte 再进去看 注意看 你就看这就行了 他就掉用砍 哪是吧 掉用直接内存 页 是吧 是不是直接掉用内存页啊 对吧 点击去是不是就看不了了 对吧 是不是他直接上超级系统上 给你开个缓冲区去了 开完之后 我们也管不了太多了 好了 那这就叫做 直接缓冲区 与非直接缓冲区 到后代呢 我们学了通报以后 咱们有另外一种 获取直接缓冲区的方式 叫做内存映射文件 到一会儿咱们讲通道的时候 再说 那么现在呢 有一个方法可以判断 你的这个缓冲区 是直接缓冲区 还是非直接缓冲区 通过什么呢 通过BUF点 有个叫做 Ease Erect 可以判断 是不是直接缓冲区 一直行 这叫直接缓冲区 这叫直接缓冲区 把这个去掉呢 再举右键 运行 叫做False 非直接缓冲区啊 对吧 那么以上就是缓冲区中的 一些基本操作了 能不能跟缓冲区 正确的存储区件 就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 来负责